魏无羡没注意到他的神色 只因方才被精灵的那只狗一下 他竟莫名地回想起来一段 云深不知处的往事 蓝湛 你看这儿 是不是这儿 当时我应该就是躲在这个位置了 你肯定早就看到我了吧 哈哈 亏我还以为瞒过你了 蓝忘机寻夜时 听见树上的声音 驻足抬手 那茂密之夜间 坐着一个黑衣人 虽看不清容貌 他却能感受到 黑衣人正笑意满满 低着头看着自己 为何 哈哈 还能为何 怕丢脸呗 我当时觉得 要是被你发现我怕狗 那我肯定什么脸都没了 结果没想到你早就看见我了 哈哈 黑衣人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嬉嬉笑道 似乎在回答什么人的问话 蓝忘机漠然 心底开始分析 他 卫犬 墙外传来一耳朵 细弱动静 蓝忘机抬脚转过路角 将自己掩在阴影处 魏无羡已经不知是 第几次夜半翻墙进 云身不知处了 少年人凭着自己的身姿矫健 和天姿聪颖 切而不舍地挑战着 姑苏蓝式的家规家训 然而这一次 他遇到了蓝鹿狗 不是灭称 也不是指代 是实打实的蓝鹿灵犬 追着他就要咬的那种 不管这所谓的灵犬再怎么灵 在魏无羡眼里 他仍然是一条张着血口疗牙 凶恶无比的狗 而魏无羡此人 天不怕地不怕 恰恰就是怕狗 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见狗耸 有狗啊啊啊 救命啊啊 魏无羡一耸 一溜烟窜上了树 也不知道是谁教的他上述真理 暗处的蓝望鸡 微微睁大了双眸 树上的魏无羡 低头看着不愿离开的灵犬 我 那个 自还没出口 魏无羡就看到了一个人 自白石小径转弯处拐来 走到了树下 魏无羡仿仿佛被树下 那人失了尽严树 一声不敢出 还悄悄把自己 缩进了聪裕的树棺叶里 蓝望鸡默然走到树下 看着那只金子轩的灵犬 没有抬头查看 却始终暗自宁神 注意听着树上的动静 蓝望鸡不愧为行走的释迦母版 那副冷冰冰的样子 连灵犬都畏惧 身怀一种令魏无羡极为艳羡的 与他自己本身恰恰相反的能力苟见耸 蓝湛你真是太好了 魏无羡在心里对蓝望鸡各种欢呼雀跃 感恩戴德 灵犬低眉顺眼地任由蓝望鸡 牵着绳子把他 魏无羡蹲守在树关里 观察蓝望鸡的去向 直到确认看不见狗了 魏无羡这才常常松了口气 松懈了一下身心 不过真是可惜 蓝湛也跟着一起走了 暗处 灵犬跑走后 复返藏匿起来的蓝望鸡 漠然望着树枝上的那道悬色身影 就那么一直看着他灵巧地下树落地 往另一个方向快速掠去 直到消失在拐角处 蓝望鸡缓缓收回视线 转身不回静视 谁 俯一回到院中 蓝望鸡便发现 屋后站着一道半眼不遮的白衣身影 白衣人的面容 蓝望鸡看不清 但他却能感觉到 这白衣人的目光极为苦涩 那人对于蓝望鸡的声音并无反应 只是目视着院外 缓缓从藏匿处不出 在蓝望鸡面前停下了步伐 他虽是望着蓝望鸡这个方向 但似乎并不能是见他 也听不见他的声音 但蓝望鸡能看见他 也能听见他说话 他甚至能感受到 白衣人那极其沉重悲戚的心情 他听见白衣人颤着喃喃低语 蓝战 对不起 蓝望鸡一时无言 这位兄台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 那郎中一边凯探几句适风日下 一边跟魏无羡道谢 打断了回响 魏无羡像这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所谓江湖白小生 打听了一下清河附近的鬼闻密谈 刨去没用的瞎话 只得到一个行路领上十人宝的消息 没什么大进展 打探完之后 魏无羡顺带照顾了下他的生意 一丝一丝着买了两盒胭脂 二人这才动身前去所谓的吃人宝探查 魏无羡因休息鬼道 神魂可通鬼语 可设行尸 两人在行路领接近那座灵宝时 遇见了求助的精灵的灵犬 为了精灵 魏无羡忍着胆战心惊 缩在蓝望鸡身边 被灵犬带着寻路到一处地方 看上去十足符合那郎中所言的吃人宝 一个原本没有门 或者门不在此处 被精灵以灵符强行炸开的 墓穴 蓝望鸡与魏无羡入内探查 其间墓室每一个棺果中所放之物都只一样 尤且仅有一把力气十足 煞气极重的仙道 明明没看到半具尸体 魏无羡却觉得铺天盖地四面八方 都传来了细细碎碎的鬼语 男女老少皆有 耳中满是嘈杂 继而魏无羡才发觉 原来这吃人宝里 不论是墙壁内 还是地板下 甚至是天花板里都或坐或站 埋填着死人尸骨 这里究竟是何处 如此凶恶的地方 精灵又在哪 二人查找了整个墓穴 都无果 蓝望鸡抚琴问灵 却没料到的是 他此番招来了生魂出窍的精灵 两人这才得到线索 从墙里把差点窒息的精灵挖了出来 魏无羡背着精灵 和蓝望鸡一道 从那缺口处出来 却变古突生 灵犬似乎发现了什么人的踪迹 留下一片衣角 交给了蓝望鸡 这宝中异象与江湖传言 应当都出于他手 若不抓他个现行 只怕他之后不认账 反倒打草惊蛇 蓝望鸡道 我去 你和金灵 他不能再在此处久待 你先去吧 我带他找个地方照看一下 哎呀去吧 再迟人就跑没影了 魏无羡为了消除蓝望鸡的迟疑 补充道 我会回来的 蓝望鸡听到这最后一句 并未多言 只是深深看了他一眼 转身追去林间 然而魏无羡一转眼 就瞟到了脚边 不肯离开主人的 忠心耿耿的 金灵那只一呼就来的黑棕灵犬 虽然叫仙子 但他还是一只狗 在魏无羡撕心裂肺的诉求之下 蓝望鸡只得蛇身回来 居高临下地给了他一个眼神 他便只好滴滴污污 跟着蓝望鸡走了 魏无羡背着人回到客栈 置疑安顿好金灵 却忽然发现了 金灵腿上竟然有一片淤黑的恶阻痕 定然是因为埋在墙里时 不小心沾染了什么邪恶所致 魏无羡使了些法子 都没能令他消掉 正在想办法 金灵却在此时忽然醒了过来 一阵鸡飞狗跳之后 魏无羡就这么直接从小巷子里冲出来 扑倒在一群云梦僵士的门面前 为首那位字不用多言 肯定是江城 完了 这下藏都没地藏了 被江城拎走时 魏无羡脑中却是莫名其妙地想着 完蛋 若是脱不了身 我又要骗蓝战一回了 哟 那上一回是什么时候 记忆的盒子被努力地撬开一条缝 却又被某种强硬至极的力量猛地紧扣回去 始终无法透露半点 就像是最浓烈最炽热蓬发的情感 被强行锁回坚硬狭小的铁盒子里 闷得让人心独脑胀 魏无羡一回神来 觉得头晕极了 心道 莫非我今晚三番两次被狗吓 吓得我气短头晕了